启动两个,18个,我用一个也可以吧,对吧,高肯定本来就是这个目的,然后创建Builder,SpaHive,它是Master,这是不是宠了,这没必要吧,这不有的吗,对,所以这不需要的,Comp是不需要的,对,Comp也不需要的,这一个它嘛,对,GatorConcreate,然后查它,SpaSicker它的反位是数据,其实就是数据框是吧,因为DealSite的Role嘛, 别的名字是数据框,然后反位是它,那就OK了,那我还得需要布什么,我需要布Spark集群,是吧,我要起Spark集群,然后把什么方式发给,把这个材料发过去吧,对不对,好,接下来,请动Spark,Standle,对吧,集群模式, 这是怎么办,这是要,启动之间先分发的,先发所有什么,所有材料,对吧,到哪儿啊,到集群,到集群里,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退出啊,是吧,退出掉, 我们要配的Spark,就差炸包的,对吧,那就进到炸包下,那就直接分发谁,直接分发价,是吧,直接分发价, 分发完价之后,启动Spark集群, 啊,这是起没起啊,啊,有这么慢吗,这跑出来啊, 咦,但这个,光有这个2017不对吧,啊,我只打印2017,看见吗,我打印的话,是不是只打印2017啊,没打印,没打印,没打印,打印通话是什么的,那这已经跑开了, 总结一下,总结一下,Spark 第一,Spark加Hive加Hbase,是吧, 等和,那么这什么模式啊,本地模式啊,本地模式啊,对啊,本地模式啊,本地模式啊, 它只是Spark了,对吧,第一的话,你要拷费谁啊,要复制Hive下,对吧, Hive下的这个酷到它下面去,还要复制谁呢,复制MetricsSaber到它下面去,对不对,复制的语句呢,你可以这么看, 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启动什么,启动Spark本地模式测试,对吧,本地模式加塞尔,加Spark塞尔,加Spark塞尔测通过, 那这叫什么意思吧,对吧,Spark集成Hive操作Hbase的表,使用的是本地模式,对吧,加Spark塞尔测试,复制这个到这里边,启动Spark塞尔,那就它了,那就它,那就是它, 这也没有什么,这已经通了,是吧,然后第二个,第二种方式什么是,Spark是完全分布式吧,应该叫独立模式吧,单,along是吧,是单along,通过Spark塞尔测通过, 那么它的过程第一,就是复制谁呢,复制这些大包,是吧,是不是分发呀,在Spark集群上,分发,这个包,对吧, 我们写一吧,分发一模式下,所需的大包,到Spark集群,那么第二个,启动什么,Spark集群, 什么是,start long,对吧,start long,启动Spark集群,那就是start all.sh,在SparkSbin的目录下,那么第三个,是不是启动塞尔,对吧,第三个,启动塞尔,对吧,第三个,启动塞尔, 那么启动塞尔,什么模式,独立模式,对吧,应该是连接到,是不是Spark集群,对吧,连接到Spark集群,那么它这个感觉, 是Busper,Spark,SparkS201,7077,这些不变,对吧,这个也试通过,第三种,Spark加Hyle, 是不是加IDEA,对吧,IDEA,边程手段,边程手段, 访问谁啊 HPS数据库 那么E 引入什么东西啊 引入依赖 这两个依赖 一个是Spark Hive 一个是HBase 所以在原来的依赖的基础上 再增加两个依赖 新增两个依赖 算一下 增加完依赖以后 第二个编程 是吧 编程处理 编程的话很简单 就这个test 就这顿代码 别忘了加一个什么东西 加一个enable 加上一个enable 所以说启用Hive支持 那说明你这个库还不全 我这已经好使了 斯卡拉板 斯卡拉板 斯卡拉是找不到 你看对 切记啊 一定要切记 版本对应上 我们现在用的是Spark 2.11 对的 所以这个一定是2.11 刚才我找的是210 结果它出现什么 版本对不上 不兼容吗 因为它需要串行的 它串行的话 对象你在210下 创建的对象 你在211下是不可能反串行的 它版本对不上 对不对 所以切记要版本相符 这样就OK了